端午節快到了 吃粽子的節日來囉 但是藝人李信杰 卻沒有辦法跟著節日享受美食 今年年初他把雙胞胎寶貝 肚子被兩個孩子塞得滿滿滿 他8號哀怨表示 目前即將到來的端午節 身邊的人都大口大口吃粽子 自己卻因懷孕讓胃越來越難消化 只能在旁邊乾瞪眼 大吐無緣美食的心酸 還放話說生完小孩之後 一定要狠狠給他吃上五六顆 李信杰雖然一舉懷上雙胞胎 但因為是高齡產婦而備受煎熬 懷孕初期出現過嚴重的孕吐症狀 有時一天就吐六七次 甚至連胃都會一起痛 靠著打針吃藥才能舒緩症狀 儘管過程辛苦 但他透露只要看到寶寶的超音波照 就會覺得孩子們在替他加油打氣 所以只要兩個寶貝健康長大 心裡就覺得一切都值得囉 在愛情 活動的衣服